榮祖兒香港演唱會共19場 在24號完美落幕 每場嘉賓一個比一個厲害 劉德華、張學友、楊千花等人 全是天王天后等級 讓歌迷們看得盡行 也讓黃牛票價跟著吵 而隨著最後一場到來 大家也紛紛猜測榮祖兒會要誰來擔任亞洲嘉賓 沒想到有人卻先爆料 篩出一張榮祖兒演唱會會場 一輛黑色轎車照片 副駕駛做了一位神絲黎明的男子 下一則貼文則透露 據說黎明記錯日期他又走了 迎來網友笑販知乎天王太可愛了 雖然嘉賓變得不太神秘 但天王的現身 台下歌迷們依舊超激動 只能說想集由天王 堪榮祖兒演唱會就對了 據香港媒體報導 當晚演唱會門票也因為天王黎明的價值 總元價980元港幣 被炒高到15000元港幣 不僅黃牛過分 歌迷們為了天王真的全拼了 最三娛樂展示報導